我觉得竞争性挺大的 只是可能我们暗于我们的工作表面 不会去把这个显露出来 我们要去竞争 但是其实大家在底下还是蛮激烈的 刚刚那个一纯给他出的这个难题 稍微有一点点有点攻击性 其实对 大家日常工作当中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比如说胜负瑜有点出来的情况之下 你们会怎么应对呢 我觉得我会看你想干嘛吧 观察一下 对对对 我是如果你要挑战我 那我就跟你干 但如果你就是只是一种氛围的话 我觉得是没关系 对如果只是相处之下 有种氛围忍一忍就算了 对吧 但也不会忍 我凡事都不忍的 杜华姐会有这种情况吗 不就在旁边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 我跟杜华有竞争关系 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开始是经纪人就来跟我说 说杜总 你建议杨天真来吗 我说为什么建议他呀 你身边的人会觉得你可能建议 对我觉得在我们圈内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我杨天真单一 三个人是不合的 我们实际上没有在实际工作中 有太多的竞争关系 所以只是在一个大行业里面 我在外面都说杨天真是第一 我是第二 对吧 这样会比较 我杜华都已经上市了 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我真的在这场生活中 很少看到真正剑拔弩张起来 在一个场合里面 会有 为什么 我觉得竞争性挺大的 只是可能我们 按照我们的工作表面 不会去把这个显露出来 我们要去竞争 但是其实大家在底下 还是蛮激烈的 对就可能相对年轻的艺人 他可能会出现竞品的概率高一些 就实话 因为可能大家不是完全定型了 那你唱跳各方面 可能还会有一个框架在 我们刚出来也是 就很多其实是同款的 对后来经历了工作的打压 和生活的磨难 每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庞博应该不会跟谁 去对峙什么 对吧 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本质上 都是竞争欲很强的人 因为我们那个行业是 包括唱歌跳舞 大家都是一个人站在台上 对 但是你下了台就没必要了 你们都是公开挑衅 公开说对吧 对 你说两个人一场演出演完 我演的确实没有你好 那下来我在说什么狠话 都没有意义 对 那接下来他们已经开始 有点互相熟悉了 所以要迎接一些挑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嗨 欢迎老师 那我们就随便坐 ok 昨天的面试官好像是 来下任务了 先介绍一下 昨天可能聊的比较仓促 我叫Benton 我在驾驶集团旗下的一个制品牌 Roy Morgan 同业经验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 是15年吧 我们对于很多的年轻人 有很多的一些要求 他的基本功是要扎实的 当然我觉得猎头更重要的是 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